今天我们要和您谈谈中东料理 特别是黎巴嫩的美食 还有在机场大家出不了国 但是机场继续营运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美食广场又是如何的经营呢 我们今天要看看那边的现况 欢迎来到端出世界 今天第一个主题是中东 中东的美食料理事实上很多人认为 它跟地中海料理非常的接近 其实它是很有特色的 而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国家是黎巴嫩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 大家一般对于中东往往都停留在战火贫穷混乱当中 其实这个国家原本并非如此 你看看它的国旗 国旗上有一个大的植物 这是圣经中所记载的雪山 这个山树是黎巴嫩当地的特产植物 有千年隐藏的历史 你可以知道这里的文化是非常的丰富 也因为它地处黎巴嫩 以及地中海的海滨 是中东唯一一个没有沙漠的国家 因此它的景色是非常美丽 人文但当时也非常的繁荣 事实上千年历史当中 好几个大的帝国 古埃及啦 以及所谓的希腊帝国 都曾经在这里来进行占领过 因此当地的文化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也因此造就了当地的美食 那更是非常的精彩 在今天一开始 我们请我们的美食主持人Ben 带我们来看看 在台北你可以接触到的黎巴嫩美食 怎么样料理 他带我们在厨房先走一趟 好啦那其实今天呢 来到这间餐厅 我们有很多东西要介绍 我们老板Manson 我们现在要来做什么 我们现在我们要做一个 中东的一个料理 叫Fo Waffle Pinta 哦就是这些都是等下会用到的对不对 对这个主要做Fo Waffle的 有鹰嘴豆跟一些香料 然后 荷姆斯的话就是 Fo Waffle一定要搭配荷姆斯 鹰嘴豆泥搭配鹰嘴豆球 然后直接在盘子上面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还蛮忙碌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步骤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先把Fo Waffle先做出来 然后我们等一下让我们的Band 也来一起试 我又可以下海亲手做了 好这个我最喜欢了 对没错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吧 其实这道菜在中东每个地方都会有 不管是在黎巴嫩啊 或者是以色列甚至是伊朗都会有 所以算是一个中东的国宝等级的菜别 对这个 这个Fo Waffle跟鹰嘴豆的话 Fo Waffle跟荷姆斯的话 比较是从埃及那边传过来的 然后所有地区都有一点不一样的做法 然后我们今天做法的话 也是比较偏那个黎巴嫩的那种 他们比较传统的做法对不对 超传统 OK好那就来吧 主要这个的话是我们的Fo Waffle就是它的东西 它主要很主要的东西就是鹰嘴豆 然后有加一些 这个就是鹰嘴豆 对其他的香料 可是它的味道特别重要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啦 这个是胡薇粉 胡薇粉的话就是我们的香菜籽 香菜籽 台湾人很多人知道那个香菜的味道是怎么样 可是香菜籽非常陌生 香菜籽的话 跟香菜的味道一样吗 你可以闻闻闻看 是不是有一点点 有点酸酸的柠檬的那种感觉 跟我们熟制那种香菜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它就是香菜籽 它就是我们Fo Waffle的灵魂的东西 而且它颜色也是偏有点咖啡色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它其实跟自然很像 所以我刚才有点搞的 对啊 它里面就是 这道菜很好玩的是它是全素的 哦 是哦 吃起来人家说这不是肉丸还怎样 因为它调味其实是用很多适合调肉的东西去调素食的东西 OK OK 好 但这边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下 鹰嘴豆它在还没有泡水之前就是长这样子 一颗一颗的 就有点像 这是在台湾就是雪莲子嘛 对 台湾华人世界比较常把它变成甜汤的部分 哦 对它不会把它做成这种肉球或者是 对 你看泡水以后就像这样 这个是煮过的 因为这等下是做赫姆斯的原料 它会有一点点黏黏的 它自然的胶质 所以很养颜美 耶 好 素食人很爱这个东西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拉菲尔 怎么把它变成一颗 从这么小颗的 然后变成那个肉丸子 中东肉丸子素的 好 好啦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做啦 好 我要先试看 好 当然要先示范 这个你一定要先示范 这个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 等一下 老板 这个拿了左手边这是什么 左手边这个是 佛阿佛特殊的一个器具 对 这我们找了好久 才有办法 这台湾绝对买不到吧 买不到 Ebay上面买超贵的 因为根本找不到 OK 我这还是托朋友从中东带回来 嗯嗯嗯 然后它主要就是把我们这个泥状的东西 嗯 佛阿佛的 弄上去 对 把它这样慢慢的弄上去后 把它做成一个尖尖的慢慢刮 哦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在油锅里面 哦 就炸 老板可以直接用手吗 呃 用手的话 没有那么专业对不对 不行 还是要专业一点 还是要专业一点 因为用手好像比较容易耶 也是可以试试看用手 好啦 放起它 用手用手 我刚刚都有洗手过哦 对 把它做成一颗球状的 就像这样子 对啊 真的很漂亮 对啊 比老板的还要漂亮一点 对对对 好 可以 所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等下把这些直接拿去炸 对 没错 好 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要来摆盘 摆盘很简单 其实就用赫姆斯 赫姆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鹰嘴豆泥 中东的东西啊 摆盘 它都喜欢圆圆的 哦 所以就是要中间 用压的 然后把它压出一个空间 对 然后赫姆斯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鹰嘴豆 直接把它煮熟后 加了我们的特殊 从以色列进口的 Tahini 然后这是 Tahina Tahina的话是最原物料的 然后 Tahini的话就是拿 Tahina去 搭配了一些柠檬汁啊 加一些水来做 然后最好的话啊 中东人都喜欢来点新鲜柠檬 对 把它放进去一点 Pita的话要用很高温的来烤 它才烹起来 才会好看 对 因为它就是用瞬间的力量 它其实一个Pita 人家说 哇 这要烤很久 没有 一个Pita它30秒钟 哦 是哦 因为它用很高温的直火 让它烹起来 欸 有 有 它开始冒烟了 你看 马上烹起来 有了有了有 有了有 有了有 对啊 你看 马上烹起来 它其实有地方会漏蒸汽 嗯哼 好可爱喔 就像一个气球 你看气球 气球 它开始冒烟了 因为它有地方破洞 就会把它蒸汽排出 老板 那这样什么时候算好啦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吗 对 这样就OK喔 这也是我们每天纯手工做的 只是因为节目效果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做好 你看你看 我们要快点把它拿出来 要不然快焦了 因为它其实已经有点上色了 对 但是有点叙酥脆脆的 嗯 聞起来怎么样 很香耶 中东人的话 有些人就很简单的 就是切一个小口 包进去 把东西包进去 可是我们今天是做拼盘 对 我们必须要把它切小块一点 切开来 你看我们这样切一刀的话 其实 哦 这么 这样这么好切 它很软 哦 烫 烫 有点烫 好 很直接的 你看这都是自然的一个气口 嗯 哦 我们就把它 这边可以塞一些生菜啊 肉类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 沙威马的肉 或卡巴的肉 全部都可以塞入 有 我那时候在土耳其吃的时候 他们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个披塔 然后放一些东西这样子 好香 这全麦香味 对 没错 嗯 好 我们继续来把它完成 这是我们每天早上新鲜 擀饼 打开来 然后这个 切个 六片 是最配好的 嗯哼 这样来试试看 这样 哦 插进去 还有恨姆姿 哦 哦 很厉害 好 这是我们的赫姆斯搭配披塔 这样直接吃 其实就很好吃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炸的 胡阿佛球 哦 专出世界今天继续跟你谈 黎巴嫩的美食 其实每个国家的美食料理 跟它的历史文化都有很密切的关联 尤其是黎巴嫩 我们刚刚告诉黎巴嫩 实际上它是一个千年的古国 但是有很多的历史因素 让这个国家陷于它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命运 其实最主要的是 在一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当时法国接受的地区 因此法国文化对黎巴嫩的美食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这个地方还有小巴黎之称 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各国势力都进来了 再加上以色列的建国 对于黎巴嫩的命运有莫大的影响 以色列建国之后 大量的巴勒斯坦人被迫迁移进入黎巴嫩 也造成黎巴嫩的民族融合出现了大的问题 在过去 所谓的伊斯兰跟基督教的人相处的还相当的和谐 虽然他们人口比例不是那么均衡 但是在整个的政府体制之下 大致还保持政治的和谐 人民的生活还算是相当的安定 而当时的美食经济 你可以说不要说了 很多的游客 尤其西方游客 都喜欢前往这个地区 享受地中海滨的美食 因此黎巴嫩的美食 可以跟地中海的美食 它有若干的一些接近 但是当时的最著名的美食 大概就是黎巴嫩人 所喜欢吃的一些沙拉 或当地的食物 他们不太喜欢吃红肉 但是他们吃的最主要肉 大概是鸡肉 黎巴嫩的美食 跟当地的调味料 非常的密切相关 而且调味料 都是来自于当地的植物的生长 因此最主要几个 橄榄树 那就是橄榄油 香草 柠檬 还有大蒜 这四样 大概是黎巴嫩的美食当中 你可以发现很著称的 他们的调味料 所以调出来的物品 那些非常的美食 当然地中海食物 大家都知道 它已经被国际公认 是最具有营养价值的 因此黎巴嫩的食物 可以说它兼具了 它东西文化的一些特色 但是它也很注重营养的均红 在当地来讲 尤其在地中海滨 它很多的新鲜的鱼类 是它们的很多的特产 因此黎巴嫩人的吃的东西 有很多的多元特色 但是不失于营养跟健康 当然如今的国家 我们刚刚讲到 跟它的历史文化有很多的关联 随着以色列的建国的影响 随着巴勒斯坦人的进入 随着中东战争情势的恶化 西方国家势力进入 再加上今年这个世纪初的 所谓阿拉伯之春造成了叙利亚的内战 大量的难民又再一次的涌入到里巴嫩 里巴嫩的国民人口只有700万 但如今它的难民人口数 有1500万之多 几乎是国民总数的两倍以上 你可以知道这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如何去治理 以至于今天出现了太多的贫穷跟混乱的情况 有人说甚至出现的是一个无政府的政权国家 里巴嫩美食我们享受之余 也要想想这个国家如今的命运 真的是非常的坎坷 当然当地的民众 他们可望有和平的一天还能到来 我们今天继续看看在里巴嫩的美食 在台湾我们可以享受到的 也可以看看这个中东的悠久的历史文化 对当地的食物料理所带来的影响 好 那我们刚刚忙了非常久一段时间呢 这几道菜也都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要先从哪边开始啊 Manson 我建议是从我们的塔布雷沙拉 因为它算是一个前菜的部分 诶 这个听说是里巴嫩的国菜是不是 对 没错 可是它其实传自 一开始的话是从叙利亚 然后传到那边去 然后有搭配一些地中海骨的特色 然后有养故 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吃吃看好了 好的 它这个有什么特别吃法吗 还是就是 特别吃法就跟一般沙拉一样 可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中东嘛 对 它以前叶菜类比较少 对 都是根莖叶类的对不对 对 根莖类的 根莖类的 根莖类的东西比较多 嗯 然后这道菜的话可以稍微在 嗯 比较特别的东西是上面的话 有加一些白花菜 把它做成碎碎的 可是这种的话基本上是用 北非小米那个梨麦 然后撒在上面 可是我们做改良后 我们就拿那个白花菜 来代替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稍微的 调一些油醋啊 然后拌下去 很清爽耶 对 而且我发现它的颜色非常漂亮 它各式各样黄色 这是黄瓜嘛的耶 黄瓜 然后这甜菜根吗 甜菜根 嗯 红色的甜菜根这样 哇 好清爽喔 因为搭配了一些中东的肉类啊 都还蛮适合的 加那个橄榄油 尤其是那个白花菜 就增加它的那个嚼劲 所以好吃 很不错的 这个在中东 每个地区其实都有 类似的这种沙拉 那个塔布雷沙拉 可是我们 这个比较正统的话 就是在黎巴嫩那里 OK 欸 不过讲到这个啊 我觉得我还蛮佩服你的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做菜的时候 很尴尬 因为我刚刚问Manson他几岁 我刚竟然猜他35岁 我觉得我超汉颜的 后来发现我们两个样大 都是82年次的 所以我会觉得很厉害是因为 Manson他刚刚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大概七八年前就已经开始在 投入这个中东料理了 对没错 为什么会那么早啊 因为以前的话 我有一个师傅 他是一个以色列人 对 后来的话他也回国了 嗯嗯嗯 然后我以前就是有参与这些料理 然后他就教我了一些 然后我就去开了一个 就是口袋饼的专卖店 小小一点 小小的这样子 有一个路边的 我要带走 后来呢我就想说 因为我本身我一开始是学厨 我就想说我还是 不应该只是做这种快速的东西 可是这也是国民 那个 美食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学餐饮业的 对我从很小的开始我就开始进厨房 所以你就对这一个 这种东西做料理 然后备料啊 然后在煮菜炒菜这样的 非常的有兴趣 非常的有兴趣 超羡慕的 那一开始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话可能我觉得料理 第一个要 如果是做这种很 台湾人不熟悉的话 要了解他的文化 嗯 他的文化很重要 他的饮食习惯为什么会这样 对 然后当然也是要一直去学习 像那个黎巴嫩的饮食文化呢 就是我们刚刚吃的这个 塔布雷沙拉 它很清爽 然后那个根 筋类的那个蔬菜很多 那加上其实 黎巴嫩它其实算是一个非常西化的国家 我们都说黎巴嫩它的首都贝鲁特是 中东小巴黎 对 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叫中东小巴黎 是因为 我朋友他去过 他告诉我 那边的夜生活 比台北还要厉害 我们都知道 其实台北的夜生活很厉害 可是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夜生活更加厉害 所以他因为很多不同的人种在那边生活 在那边打拼 所以造就了他的那边饮食文化 其实非常的不一样 像你看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一个象征 像刚刚这个口袋饼 这个口袋饼 你们做都是这么的大一份吗 这其实 这只是半份而已 可是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它其实里面的东西非常多 对 这个 这样子 这个我嘴巴 有点不好咬 这很厉害 这个有些外国人一次可以吃个两三个三四个 没问题 这个很大 对 它就这样吃吃吃 它就直接这样子咬吗 所以里面有加了什么东西 我看它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里面基本上就是有一些沙拉类的东西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做的烤鸡 烤鸡的话其实 这个我们这种调味料就是把它放在沙威马 很大的串 上面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拿来一小串 小串这样子 然后把它加进去 然后当然还有放一颗 Vovo球 就是我们等下会介绍的一个素食的一个 也是中东的美食 Vovo球也会在里面 它那个鸡肉刚烤得非常非常的香 我刚目睹那一切 所以从它开始怎么 怎么再捏那个肉 然后怎么把它放在那个 铁叉上面这样 然后进去烤 然后烤大概五分钟出来以后 没想到它这么的香 观众朋友不好意思 因为我只能受到银 但是我入不到那个味道 我觉得很可惜 但是因为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其实像这种料理啊 对香料很重的料理 它其实要取得一个平衡 就像很多比较 想要做异国料理 可是做出来没那么好吃 可能就是某一个香料 不要把它加太多 就完全自然 或是完全是僵 对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平衡 像我们随便一个肉类里面 大概都有十几种香料去搭配 真的假的 然后厉害的 这一小块肉耶 它有十几种 像这个东西你应该吃不出来 里面有一点点肉桂味 肉桂完全吃不出来 台湾人都会觉得说 在饮料或甜点里面 可是其实中东对肉桂这东西 它有时候会把它加一些 肉类里面去腌 可是它加的非常少量 多的话就会觉得 好像太重 就比起来是什么 所以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 因为像我自己有去过 之前去过约旦 那之前最让我 不知道如何下手的呢 就是那个 鹰嘴豆泥 因为我们都知道 鹰嘴豆泥在中东 基本上算是 非常的重要 你生活离不开它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其实 鹰嘴豆泥它的成本很低 那它把它打成泥 然后去不然是沾这个 刚刚我们吃的披砾都很好吃 鷹嘴豆泥的話其實就是我們這一道 這個嗎 對 這個的話 鷹嘴豆泥跟Flaffle 一個是Flaffle球 就是鷹嘴豆球 鷹嘴豆泥 這個是我剛剛捏的 嘿嘿 所以這個的話怎麼吃 欸等一下 下面就是鷹嘴豆泥嗎 這個有點灰色黃色這個 它就是鐵三角 它們搭配起來這三樣東西 最好是一起吃 一起吃 就很像台灣的臭豆腐搭配泡菜 一定要有這樣搭的感覺 那我先吃這個我剛剛捏的好了 超好吃 我自己捏的 因為我自己捏的 它味道很特別 你有沒有覺得它裡面有一個特殊的味道 可是你又猜不到是不是 對我這個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講出來 有點熟悉的是 你沒辦法用言語去形容 酸酸的 酸酸的味道 它裡面會加一點檸檬 然後讓它發酵 發酵然後來去炸 像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半發酵的味道 它最好是有一點帶酸 對它有一個酸酸有點醋 醋酸 但是沒有加醋 對沒加醋 但是用檸檬 還有其實有點發酵的感覺 對 フォラフォ跟鷹嘴豆泥跟 鷹嘴豆泥跟 鷹嘴豆球 它在每個地區其實做法都有點不一樣 對 所以這是我們主要 我們是做以色列口味的 然後搭配這個披塔 真的是很不錯 像有一些人就是 會把它打開來 就其實就是我們的披塔 把它做在這種事情 然後裡面沾那個鷹嘴豆泥這樣 對就把它加進去 這個鷹嘴豆泥是不是有一點 胡麻醬那種感覺 對沒有錯 它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靈魂 就是我們的 Tahini Tahini Tahini的話就是中東的那個 那個 中東的芝麻醬 喔很香耶那個 很真的 我以為想說你要自己吃 我今天晚餐不用吃了 試試看 那胡麻醬味道真的很香 然後再加一點當的 這個東西我們找了非常久 我們試過台式的芝麻醬 或者是一些 從那個中國的新疆越來的芝麻醬 或者是日式的芝麻醬 完全不一樣 一定要從中東去進口 這個餅其實吃下去 它是非常的飽足感的 還有卡巴的話正常來說 正常中東人不會用太大的 太多的香料去把它養 還是吃得到肉的原味 像這個就是 對 這在我之前去土耳其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每天吃 就夾夾夾 對就是然後再加那個皮卡醬 包進去這樣 喔這個 你通常都會從哪邊開始啊 這個羊肉 羊肉卡巴 直接拿起來整串 直接這樣子 會有些人會把它抽開來 一樣包開來 喔我的 重點是這個 嗯好吃耶 它是不只有羊肉 它還是有加一些不同的 很多的那種香料對不對 對裡面的話 大主要的香料是自然 可是裡面也差不多有十幾種香料 然後來做個平衡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選羊肉 就是因為齁 在黎巴嫩人的心中呢 其實羊是它是最純淨的一種動物 因為他們吃乾淨的草 所以他們特別喜歡吃羊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特別點這個羊肉啦 它味道沒有很重 放心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不喜歡吃這種羊肉 你在台灣開這種中東料理 應該也算是少數嘛 不像是什麼德式啊 義式啊 法式 在台灣其實很多 對啊 所以你在開這餐廳的時候 你覺得遇到的挫折最大是什麼 或是困難 挫折困難喔 就是有可能 可能是前期啊 因為前期的話 有可能懂的料理 大概只是一些 就是因為我去專研一些他們的文化 對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 有一些客人慢慢吃 他會給我一些意見 因為他是當地人 土耳其人 或者是一些杜拜人 約旦人 或者是一些 黎巴嫩人也有 他們就會跟我講說 欸這個東西好像味道有改良怎樣怎樣 他就會拿他的 他們的生活習慣來 他們的生活習慣來 我沒有見過的香料給我看 或者是 他也做他們的 Hummus 鷹嘴豆泥 他會給我試吃 所以到後期的話 我其實慢慢 欸好像可以抓到一點感覺 然後來去交流 所以才會慢慢的 把一些東西 慢慢改良到比較正好 所以在一開始 台灣人對這種中東料理 是能接受的嗎 你接受度你覺得高嗎 應該這樣說 接受度真的不高 而且這個又是比較少數人 人家會覺得說 欸這到底是什麼料理 到底是賣些什麼 可是我覺得慢慢的 有客人來吃過 或者是一些外國人 來去幫我去做推薦 他們就知道我在做什麼 而且一開始當然就是 中英文也要翻譯 喔那很難很難麻煩欸 其實東西看起來 都不是一盤一盤的醬料嗎 對啊對啊 可是其實這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分得非常細的 那我很好奇這盤是什麼 這盤喔 這就是經典中的經典 它其實跟赫姆斯很像 人家像中東人的話 看起來它有可能像沾醬對不對 對這應該就是沾醬類型的 可是他們會把這個醬 直接拿來吃 有點像外國人會拿薯泥來吃的意思 就直接這樣子 這個東西叫巴巴甘露 巴巴甘露 它其實裡面有加了茄子 它是用茄子去烤 茄子他們很奇怪 你不說是裡面有茄子喔 它最主要的東西就是茄子 它叫茄子泥 中東茄子泥 因為它跟剛剛那個鷹嘴豆泥 最不一樣的 它比較水 它沒有像鷹嘴豆泥那麼濃稠 而且味道也沒有那麼重 茄子裡面帶點水分 對而且它吃下去有點 清甜清香那種感覺 比較水一樣的 而且很好吃欸 很好吃喔 很多不敢吃茄子的朋友 都說這個我敢吃 這個算是土耳其名菜對不對 這我知道 因為我之前去土耳其的時候 其實有 然後看到他們沒 基本上做 都一大片一個人吃完 我覺得超厲害 因為其實中東民族 他們真的很喜歡吃餅 各式各樣不同的餅 對不對 隨便一個人都可以吃三四片餅 像隨便去土耳其一個餐廳 那餅夠那麼大片 然後就是真的 真的吃一小口就吃不下 因為還是喜歡吃米飯嘛 對 那這個的話它是 怎麼做的 好漂亮啊 捨不得吃它耶 它這樣做法的話 破壞它 它其實有很多種做法 中東人是直接把 一層肉醬調味過 撒香料抹上去 然後加起司 可是因為我們要讓台灣人 也比較覺得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還是有 加一點底醬 去做一些改良 哇 基本上你看 蠻好吃的 它的 它可能原本有這麼厚嗎 然後它的餅皮只有一點點 其他全部都是 起司啊 或是 或是其他的一些肉醬 那個成分 所以這個在台灣 台灣人的接觸度 應該蠻高了吧 台灣人接觸度高 對 因為它就是 薄皮披薩 對不對 中東薄皮披薩 它味道其實也很 也很不錯 還蠻不錯的 而且它餅皮烤得非常的焦 就是非常的脆 喔 Manson你說你一個人可以吃多少餅 我頂多吃半片而已 就是披薩剛剛圓圓的這樣半片 就是這樣吃起來 喔 好飽足喔 但是 你剛剛說你那個之前有個中東客人來 對 他吃了幾片 他光吃一個這個烤肉蒜 他可以搭四片的披薩 我就覺得 那個大小就跟這個盤子是一樣的 對 四大片的披薩 一二三四 就這樣想像 那時候在看的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有那麼好吃嗎 這個就跟我們 他可能沒辦法吃飯吃很多 但是他披薩可以吃很多 對 那我剛剛其實miss掉了這一盤 這個是也是一個沾醬嗎 還是它就是也是跟剛剛那個 可以單吃的一樣 這個 這其實就是比較偏沾醬 就是我們有做的那個東西 就是我們做的 我們剛剛很努力的在攪那個嘛對不對 對 這是用牛奶去發酵 然後做成了一個佐料 這樣子 他這個東西叫ラブネ ラブネ的話是 黎巴嫩真的是很重點的一個沾醬 他的發音基本上就跟黎巴嫩他的英文是一樣 ラブネ是ラブネ 他其實酸奶這個東西也是在中東是一個很 不可或缺的 對不可或缺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去土耳其的時候他們有一個 國民飲料叫Iron 就是有點像我們的優酪乳 但是它是鹹鹹的 鹹鹹的 它加一點鹽巴 然後它不會發酵到那麼的 完全那種感覺 所以它的口感有點像牛奶 喝起來哇 冰冰涼涼涼的 搭配著烤肉 很刷屬 但是我一開始喝到的時候就是 欸這個味道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不習慣嗎 對它其實就是那種白色的 但這個的話 讓我回想起那個Iron的感覺 它也是一樣包在披薩裡面嗎 嗯 這次應該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吃那麼多披薩的一次 對 但是就是要體驗這個中東文化 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中東文化的 我覺得它的文化 他們自己的本身 每一國的文化都很好玩 對 而且再從飲食去認識他們這樣 像有些中東人其實它吃肉 它是很交際的 嗯嗯嗯 它就像它要有一些清真認證的 所以也是我們在做這個餐廳的時候 比較一開始有 要了解它的文化 因為這個東西有關於他們宗教 我們不一定太大意這些東西 對 可是我們像我們做的話 我們還沒拿到清真認證 我們只能跟他說 我們有特選過一些 牛肉跟雞肉有來做這個東西 可是裡面有羊肉不是哈繞 我們就要很直接跟客人講 我們不行說不尊重人家的文化 或者是宗教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環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什麼是清真認證 因為它其實非常 它很多道手續 才能達成那一個 它不管是在從肉質的生產 他們連可能動物吃的東西 都一定要經過清真的 他們的審核這樣子 所以 宰殺過程 或者是還有 例如說我們店內的環境也很重要 這要代表他們很乾淨的感覺 對 而且 穆斯林文化是完全不吃豬肉 所以我們店內也完全沒有豬肉這個東西 任何豬跟豬有關都沒有 對 因為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說 就不是他們一個禁忌 一個禁忌 你看說著說著 我把整片把它吃完了 我覺得就跟剛剛這個是一樣的 就是很shush 跟那個茄子 但是它不一樣感覺 酸酸的 會讓你就是 讓你唾液分泌 對 那最後一樣東西 這個是什麼 我看了它很久了 這個東西他們叫 烏手 烏手的話就是他們的回香酒 回香酒 很特別 這個的話 你可以打開來聞聞 看它的味道 來猜猜一下它像什麼東西 回香喔 我是 很像台灣的一個東西 我現在是完全沒有概念 可是 有沒有很像 夜市會 就是我們 常常會吃到 不然一咬到 你會就是跟我一樣表情 那個八角 對 就是八角的味道 喝起來像滷肉飯 喔 有 現在有那個感覺 因為八角就是大回香 他們就是會拿這個東西 來去加在酒裡面 他們有些人會存飲 就像到這邊 直接存飲 怎麼到來 就把它當下這樣子嗎 對 有些人會存飲 然後有些人會加一點點的 水跟冰塊 這就是他們很正統的 一個 酒類啦 在其他國家很少會看得到 可是 他們不是 伊斯蘭教不是不喝 就是酒精類的飲料嗎 它其實就是 它那邊很多元化嘛 對 人種都一定是穆斯林 穆斯林是完全不碰酒 像我在土耳其的時候 他們 還是可以買到酒 但是就是你 必須要 如果真的回教徒的話 就完全不碰 對 但是像我們遊客還是買得到的 對 聽說它加水 是不是會變白色 對 是的 喔是喔 當然要試一下 那我就 把水準備好 我們就直接 我很期待它變色的樣子 它現在是透明 對 喔 就有點像白白的這樣 馬上耶 馬上變 你看變這樣子 有點像 像什麼我也不知道 淺金 對 這個比例可以 好 可以 應該不是很習慣 就是因為 就是八角的味道 對很重的八角味道 好那我們今天 介紹這麼多 不管是在 黎巴嫩 中東各式各樣的美食 我們也了解到 黎巴嫩他們的 飲食文化了 還有一些像是 這個 他們的 塔布雷的沙拉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Manson 謝謝 很厲害真的很辛苦 趕從 要把一個 異國的 飲食文化 帶來台灣 你看他也在 這一塊默默耕耘了那麼久 好啦 我們就希望你 繼續加油 好 謝謝 讓這個東西 更讓台灣人知道 讓中東文化 好 謝謝 謝謝 關注世界 今天接下來要跟你去的地方 你一定現在很少有機會去 甚至不太想去那個地方了 你生怕那個地方有些風險 但過去呢 這是國人最經常祭出的 國家重要的大門 桃園國際機場 當然隨著今年年初到現在 整個疫情在國際間的發展 機場的營運包括了航班 幾乎是取消了99%以上的一度 當然如今隨著疫情 在整個的國際間 又發生了很多的變化 國際的輸運 經濟要復蘇的需求 因此國際旅運又開始慢慢的 但是整個機場的營運情況 跟往年當然是不能夠相比 整個營運情況至少少掉了 八到九成之間 因此最近我們很有興趣想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的桃園國際機場 現在難道是整個關閉嗎 它的營運狀況如何呢 還有那邊也有很多的餐飲業者 他們的現況又是怎麼樣呢 於是最近我自己去了那邊一趟 看看那邊的情況 在海關的幫助之下 讓我進到了一些管制區 也看到了一些整個他們作業的情況 我可以告訴您 我們的國際機場營運的狀況 非常非常之良好 只是少了旅客 所以它的情況一切都是如常 所有的航班的該游的所謂的管理 所有的檢疫海關 乃至於免稅商店 都是正常的運作 機場一樣是光亮光明 繼續維持在那邊 但是你會感覺到一股很奇特的 一種冷清的感覺 也是你我過去的機場 幾乎難以想像的 你想想看這個機場在過去每一年 我們都要幾乎是千萬以上的人次 在這邊進出 但如今呢 每天最多大概六到五個航班來進出 而且旅客量事實上是非常之少 可以感到那邊真的是非常的 你可以說是非常的開朗 非常的視線非常清楚 非常的安靜 沒有人聲 那就是現在我們的整個機場看到的樣子 不過這個機場一切都在慢慢的恢復更多正常當中 我們也看到當地的機場的營運 特別是美食餐廳區 還是有很多的這個他們的餐廳 繼續維持的營業 而且歡迎旅客前去 包括一般的顧客 當然目前暫時它的提供最主要 是給機場的營運的所謂需要的工作人員來進食 我們這次就特別拜訪了 國際機場 桃園機場的二行下的 所謂在觀景台旁邊的美食廣場區 看看那邊在機場的現況之下 當地工作人員的情況 以及當地美食區提供的美食是哪一些 我現在的地方就是在桃園國際機場 這個航站大廈第二航站大廈的五樓的觀景台 這觀景台是去年才開放使用 你可以看到這邊對整個跑道的情況 就是一覽無遺 可以說是飛機名或者一般旅客 觀賞飛機跑道起降 可以運作一個最好的景點 但是現在呢 當然這裡的情況在疫情之下 處於那個半停頓的狀態 飛機起降的支出是非常之少 然後 但是很幸運的今天我們還是看到 有飛機正在準備要起飛 也有一些幾個飛機排列的情況 你看下面就來了一架滑航的客機 可以看到 他們是每天少數的幾班的飛機在進行 根據我們衛福部告訴我們 現在桃園國際機場 每天我們國際進來的旅客 大約已經慢慢緩慢的 回到每天差不多兩千人次左右 因此你可以看到這些飛機 它還是帶來了很多的旅客 當然他們可能是因為 反國工作商務的需要 旅遊性質的遊客 現在基本上全世界幾乎 還是屬於半時的半封鎖的狀態 除了一些特定國家之外 像你我 我也知道你我很喜歡出國 想要出國旅遊 但是現在 時機不移 法令也不允許 各國的邊境的封鎖措施 也不見得歡迎你去 所以暫時 我就只能在這邊帶領您看看飛機 看看這個 目前處於 停頓狀態的一個 原本應該最熱鬧的國境的大門 看看這些飛機 平常他們應該是吸來然往的 這裡應該都是每天很多飛機 轟隆起降的聲音 但是現在呢 我們只能目送他們 悄悄地來 然後或者慢慢地飛去 這些飛機 這就是機場的場景 這個觀景台其實設計得不錯 它滿寬敞的 而且是開放給大家 距離飛機跑道 據說只有25公尺的距離 可以說是非常的清楚 這邊還有一些玩偶的設計 顯然這邊也非常歡迎家長帶著兒女 一起來這邊 觀景區之外呢 當然 現在來講 對飛機迷 能看到的飛機是非常有限的 但這個可能也是 目前台灣如果飛機迷 看飛機最能夠接近機場的位置 這個地區 一般旅客還是可以來的 在每天還有開放的限定的時間 但是 不見得你要出國或者入境才能來 一般旅客可以來這邊 這邊呢也有餐飲設施 你一點很感興趣 在目前國際機場現在情況之下 旅客極為小的情況之下 餐廳還能夠運作嗎 我們就要去看一下這個餐廳 我們慢慢地走 所以這個就是觀景台 你看到 我看到今天除了我之外 大概只有兩個旅客 你看看這兩架飛機 可以鏡頭看一下 非常接近 一般是華航的客機 另外一般是比較大的 747 那是華航的貨運機 他們將前往這個 他們的基地點 這名機場的工作人員 包括我們這邊的安全人員 他們都是 進中崗位的在第一線 執行他們的工作 包括這邊的餐飲 這邊你看到的這個餐飲設施 就是在我們的觀景台出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邊那個餐飲設施 原本他也期待的是 有很多的旅客到這邊 暫時休息一下 登機前 或者是接機的旅客 可以到這邊來享受這些美食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設計 披薩 有各式的東西 原本他們是一早就開始營運的 但是很顯然 在目前的疫情情況之下 大部分的旅客 他是不會來機場的 一般的遊客也即少來 所以你可以看他現在這邊用餐的情況 用餐的情況 有人 但是基本上大多都是機場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航空公司的勤務人員 他們在這邊一餐 原本一早就開始營運的餐廳 據說他們現在早上11點才開始營運 當然也是因為客流量的減少 然後營運的時間到晚上的 8點半鐘 當然有些店他們也有暫時休息 留意這個經營 原本四家店的店面區 一半是處於歇業的狀態 可以知道在機場的運作之下 現在有很多不得已的為難之處 我現在要點這家西市的區域 你們是賣披薩還有飲料 對 披薩 然後不知 你在這邊工作多久了 快一年 快一年了 這個時候是遊客 顧客最少的時候對不對 這個時候中午比較少 對 我說跟你一年前比的話 疫情之前 遊客不能比吧 對 還是有差 差很多 有一點 有一點差 對對對 但是你的心情呢 工作的心情呢 工作的心情 還愉快嗎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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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工作 那段疫情的時候 你會不會比較緊張 嗯 多少會有一點 會啊 但現在看起來都還安全吧 對現在還算安全 對 因為其實機場的一些 他們會再進來的時候 會把管制在樓下 嗯 然後路徑的旅客 動線不會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是很安全的 對 出境的人才進來 OK 所以這邊應該來講 都是國人安全的 而且我看你們都是戴著口罩的 對 這就是生意差一點 對 沒關係啊 這個 會過去的 你建議什麼披薩 披薩 一個海灣市集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海鮮的 對 海鮮的 因為它是從基隆直接運過來 你給我點個 最貴的 最貴的應該還有牛肉跟雞肉 鳳梨培根好不好 可以啊 那我點個鳳梨培根 那這邊用嗎 鳳梨培根披薩 然後等等 呃 飲料 飲料給我 呃 飲料有 可樂吧 有 給我給可樂 好 等一下給你 可以嗎 可以啊 所以 這邊就是 那 原來你們四家店 我看中間有休息兩家了 對 他們在做日式料理的吧 對 那邊都會拉麵 哦 你們老闆為什麼決定繼續開下球 就還是要撐住啊 要撐住啊 對 對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 大家就是必須要集氣 哦 度過這個時期 哦 那你自己每天吃什麼在這邊呢 每天都會 你也吃披薩嗎 我們還是人工擦量 因為隔壁的那個 旺德府就是屬於 員工餐的 對 員工餐怎麼樣就是 免費的 還是要錢 還是錢 比較便宜一點 你為什麼不吃你自己家的披薩呢 每天吃也是會 哈哈哈哈 好好 那它飯都不一樣 那趕快幫我做吧 好不好 我們去看你最後上來什麼樣子 好我現在拿掉口罩要用餐了 這裡就是我在這邊 這個國際機場的餐廳區所點的 它提供有西式的也有中式的 中式的你看就是一般的小菜 還有配個炸雞腿然後飯還有兩個獅子頭 價錢還不是很貴哦 在這個披薩來講的話 那當然是稍微更精緻一點 你配合西式口味 我點就是這個這個 鳳梨培根披薩夏威夷的口味 所以這邊的吃飯其實說起來 你如果不想你吃身合作 它就跟一個餐廳一樣 其實像我在這邊角度外面看的就是 航下的跑道然後飛機的起降 這裡是一個絕佳的用餐的環境 美食然後東西也很好吃 然後大家點的都很不錯 但是就是在目前的這個 大家的疫情之下呢 難免的很多旅客現在對機場 還是有一點畏懼的心理 因此我只有說目前我算是 少數幾個在這邊的客人用餐的 除了工作人員之外 但它這邊的食物真的很棒 所以我就開始享受我的食物 當然滿心的盼望是我們的機場的營運 都能夠趕快的恢復正常 我們的大家所興盼所嚮往的旅行之夢 也趕快實現 台灣每年有這麼多人想去旅遊 然後現在我只能在機場 暫時享受美食 幻想著有一天我可以踏上飛機 飛往不同的旅遊的地點 享受我的旅行夢 現在我就只能以美食 來暫時填補我這個渴望的心靈了 好吃 機場我覺得它就是一個給旅客做一切服務需要的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真正的國門 是一個國家的地標 但是它有一切的旅遊設施 你先一定知道機場現在起於一個半停頓的狀態 但是它的一切的設施 一切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在崗位上繼續執行 可以看到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用船環境現在是只好不過 因為沒有什麼人在這邊 但是他們的餐飲設施還是繼續維持 而且服務的還是一流 整個地區都希望能夠旅客趕快的回來 不過他們知道這段時間 他們需要慢慢去度過的 國際機場就如同一個社會的縮影 國際機場現在在全世界的疫情之下 它所能夠做到的就是 維持它的運作的基本的需求 讓它的一切設施努力的 還是在一個高標準之下 然後一切的防疫措施做到最安全 一旦旅客量慢慢開始增加 一旦旅客的流量開始恢復之後 希望這一切都能夠讓它 立刻能夠接收大的旅客 然後做好最安全舒適便捷的服務 所以這就是國際機場的一個餐廳 但是我們給你看的情況就如此 它依然健在 它依然期待所有旅客的降臨 但是現在呢 是由大家期待更好 但是堅強的要度過這個難關 我在桃園國際機場 觀景台旁的應用餐區 然後我們所看到的情況 專出世界今天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 我下回再見 各位觀眾朋友 我下回再見 再見 !